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Google有一個功能叫做庫存頁面 他可以 幫你找到 網路上如果萬一 你可能是一段時間就是還不會太久的 但是可能這個資料 我記得我前幾天去看過啊可是 我現在就去找找不到了 一樣那個頁面我還記得可是找不到了這時候你可以用庫存頁面找看看 但是如果再更久一點的 怎麼辦 還有另外一個網站 蠻好玩的 跟我剛剛講的一樣就是我們看報紙他一定會有所謂的 就是以前的資料所以你可以去廚師館找 所以我們常常會聽到一個名詞 電視上的新聞會叫什麼 歷史上的今天 對不對 他說今天我發 今天在以前哪一年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麼網站上資料事實上也有人在保存 也有人在保存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我最近 寫在部落格上的 首先 其實我們在找資料的時候你可以從哪裡 從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庫存檔案 Google 只是平常 以前他是把它做成一個文字就直接出現在這邊 現在是 要點這個才看得到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的 你找我們中正 好找到了之後呢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庫存檔案 好點一下 這個時候他就會告訴你 這個是 他裡面的庫存 因為其實 我相信各位應該都有一個經驗就是有某些網站你可能去過了 發現奇怪那個資料怎麼跟我上次看的不一樣 甚至有的是網站做改版 那你就找不到了 那 我們可以看到 Google他有告訴你這個網頁是在 昨天就來過了有沒有 今天14號嘛 所以 他還蠻 勤奮的 這個已經剛更新了 所以大概不會差太多 也就是有些時候我們的資料如果 因為 就是 網站改版或者是 消息不見了 你可以在Google裡面的庫存頁面找到 那這個為什麼 我會稍微提出來 因為 各位有沒有查過你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把自己的名字打進去 你就知道有沒有跟你叫一樣的名字 然後重點是 有沒有你的 比如說聯絡電話住職 通通跑出來 如果有跑出來 怎麼辦 我 部落格上最近有寫一個 因為 剛好 有一個學妹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就順便 把那個 解決的方法稍微 提出來 那 這個 事實上你真的要找看看 萬一 你找的時候 比如說你找的時候 假設我有我的資料 是出現在 網站上 你也請他移除了 可是 我必須告訴你 就算他已經移除了 你的資料還是會留在上面一段時間 為什麼 就跟我們現在Google這個一樣 你看他是不是昨天來的 請問 那我今天移除了 你的舊的資料會不會在上面被找到 有可能啊 所以 怎麼樣去把他移掉這個是可以的 那 這個是找比較近的 可是如果你時間比較久了 那就完了 所以在這邊有 第二種查詢的就是有點歷史 各位你知道我們中正的網頁 幾年前是長什麼樣子嗎 不見得有想過對不對 對 好我們來找給各位看 這個網站很特別 像我們剛在這邊 中正 好我們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你到這個網站來 很奇怪 這種網站也有人要做 一點 廣告 一點收入都沒有 因為有人要提供這種空間 你看我就找一下 有沒有帶我回去嗎 Pay me back 好 那 他就可以看到每個網站其實都蠻好玩的 然後 喔 他有幫我們記錄到1997年 所以 那時候你來了嗎 97 現在已經21 哇 超過10年 你不知道以前中正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點到他 十幾年前 的12月 中正的網站 你看到有藍色就表示他有幫你做紀錄的 看到不要嚇一跳 你看喔 十幾年前網頁作戰算不錯的喔 哈哈哈 有沒有 跟現在有沒有差很多 可是你不要 那個這個是可以點的喔 有沒有 還可以點進去喔 如果我看不告欄 按一下 賈政他有存檔的話 真的有不告欄 你看 那時候還真名 社福系有整一名 教師 你沒有想過網站也有歷史喔 哈哈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你可能會有機會 要找什麼 歷史性的資料的 雖然 圖書館 可以找到我們一般主要的媒體的 那網站的你可以到這邊來找 這很特別的一個服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網站會存在 哈哈哈 來幫你做這個 網路眼鏡史的改進喔 所以 蠻好玩的 你透過這個方式呢 你可以去找到 就是 舊的資料 尤其是歷史比較久的 他很多東西我幫你保留下來 好 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了 這個網址的話 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 你不用記網址 因為你直接找 關鍵字就好 你可以到這邊 你打關鍵字 稍微打一個 差很多 因為我有買關鍵字 這樣就找到了 可以嗎 進來的應該是第1篇還是第2篇文章吧 好對第1篇 因為最近寫的 好我就把畫面還給你囉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可以查看看 一個是比較近的 你可以用 所謂的Google的庫存頁面 因為他一段時間會更新 那當然如果你的 他 像我們學校他還算蠻常來的 那一般有些網站更新速度比較慢 就他內容更新比較慢的 他的那個 收訊型來的 時間也會拖得比較長 也會拖得比較長 那所以可能一些庫存資料 就會留在上面 如果 時間比較久遠的 就是去剛剛那個比較特殊的網站 因為網址給你 你不要難找 你就直接從我的部落格進去會比較快 我可以聽不懂了 然後我來講